字幕久不見 因為我本身對古董有興趣 對一些很舊的東西也很有興趣 最近發現幾年香港很多餐廳都會特意去行一些懷舊的感覺 我就開始去找一些有香港特色的東西 不斷上網搜尋 例如海報、磁磚 都是特意選擇很有香港味道的東西 還有我們的黑膠碟 我都特意找一些Beyond的歌曲 公雞碗和好碟燈 因為看了周星馳多 台灣人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很迷周星馳這件事 所以他們一看到公雞碗就覺得 這個不是周星馳的公雞碗 可能香港人都未必覺得他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但我對台灣人說是香港的東西 很一筆色的感覺 那些紙皮石 因為我們台灣找了很多都找不到 有些人說我要去到一些舊屋 別人用我去拆下來 才會有你的磁磚 不然我出去問那麼多磁磚 都說台灣人已經不會再用任何綠色的磁磚 我真的找得很辛苦 但如果少了這個東西 變少了香港的味道 那好吧 那我就回香港找 其實都找不到的了 那有些磁磚師傅可能 叫我回大陸找一下 那就幸好讓我找到 今天很辛苦才找到 然後就訂完 然後還要空運過來台灣 因為那天裝修已經很趕 變成我又不可以等船尾慢慢找到 結果那個文匯還不會 那個磁磚師傅